4月15日为了声援台湾以国际观察员身份参加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北美台湾人社团表示将参与瑞士当地侨团主办的游行以及台湾创意馆活动 我们希望呢不只是我们台湾人去 我们也希望那个当地的主流的人而且去开会的人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去参加然后能够了解台湾的文化 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提高我们台湾的知名度 其中台湾创意馆将提供台湾小吃、原住民舞蹈表演等活动 另外以台湾之美国际艺术巡回展推广台湾文化的美好 这一次2023要在欧洲不只是在我们的大使馆 在当地的国家博物馆我们还配合WHO来做一个展出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艺术呢台湾艺术家艺术推广出去 让世界看到 部分流亡英国的香港画家以及乌克兰艺术家的画作也将参展挺台湾 那这些艺术家他们都是经历了许多国家的困难 我们希望藉由我们的力量 我们台湾之美 我们要把这些艺术家包容下来 一起推出、一起展出 他们希望能展现台湾可以帮忙的精神 让世界看见台湾 所以希望今年那些会员能够了解我们这一点 然后让我们成功的进入我们的WHO的组织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郭约西洛杉矶采访报道